利比亚二次内战发展至今,早已不单单是民族团结政府与东部国民军的斗争。 利比亚位于北非是重要的石油产出国,随着大国的介入干涉。 内战已升级为区域性地区的混战,捡入了许多别有用心的国家。 最近又有三个国家趁机向该国派兵。 4月23日,半岛电视台中文网的讯息称,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加方萨拉姆,对外国直接干预利比亚深表担忧。 因为国际势力的介入,会加聚集式的复杂与不稳定性。 他一直在呼吁各方,停止战斗用政治方案解决。 怕什么来什么?联合国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当天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援引国民军拉几码指挥部一名军事顾问的讯息称, 法国士兵正驻守在利比亚东部新越石油区的西德拉港口,在国民军攻击首都受挫。 政府军大举反扑下,法国紧急派选部队防卫该油田。 武装人员为哈夫塔尔的部队提供资讯侦查、情报搜集等,还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国民军建立地面作战指挥室。 消息学会操纵无人机。 为了在会战中的利比亚分一杯羹,法国军队可谓是不遗余力。 4月17日,观察者们爆出讯息,一支由13名法国武装成员组成的小分队,在试图从突尼西亚越境到利比亚拉斯迪巴地区时被当局逮捕。 法国想出兵支援哈夫塔尔的计划,被突尼西亚缴论后,并未罢休,而是继续向西德拉港口派出了军事人员。 除了法国,中东土豪国阿联酋,也将保押在了哈夫塔尔身上。 拉吉马指挥部的这名军事顾问还透露,远赴北非的阿联酋武装人员,活跃在战场的很多角落, 帮助国民军搜集情报,监控敌军动向。 一些高阶军事顾问,还通过训练哈夫塔尔的士兵,使用新式武器等手段,提高国民军战斗力。 这还不够。 阿联酋甚至还直接派出特种部队,保护哈夫塔尔元帅的指挥部。 法国阿联酋都是远道而来。 有地缘优势的埃及则进水楼台先得月。 除了和二者一样的提供情报便利外,埃及还在后勤保障上,提供了大量支援。 4月4日,国民军志在必得推进过快。 结果军需补给线过长。 弹药粮草不足被敌人杀了个回马枪。 最近几天,竟连连败退了一百多公里。 埃及及时站出来,向国民军输送武器弹药等。 最近几天国民军的大溃败。 让站在国民军这边的几个国家慌了神。 倘若哈夫塔尔被民族团结政府打回原形。 他们一毛钱也捞不到。 所以在此关键时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都在力挺元帅。 本月,先是哈夫塔尔一度打到迪利波里城下。 后又被民族团结政府赶来的援军打退。 现在双方在首都西南的盖尔阳地区,展开拉锯战。 但法国、阿联酋、埃及等国的援助到位后。 养金蓄锐的元帅,或许能再度向首都推进。 而战场攻守形势几度一手。 正是联合国的担忧所在。 大量平民在战火中失去家园。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不完全统计。 持续近三周的战争,已经造成220多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 国际移民组织也发出警告,至少25000人沦为难民。 仅仅20多天,就有如此惨重的伤亡。 利比亚俨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 撕裂住这个本来就水深火热的国度。 目前形势仍不乐观。 可怜的利比亚平民,还将第二次遭受战乱之苦。